海贼王,藤虎实力不够格,绿牛估计是若鸡。 海贼王新老大将实力过于悬殊。 大将作为海贼世界中的高战力代表,却一直都被海米用来比较,比如四皇实力比大将强,部分七五海堪比大将,陆飞差不多到了大将水准等等,不管怎么说大将作为一个战力衡量标准非常的适合海米们,对于自己喜欢角色的实力有一个定位。 不过就现在而言大将的水准却是参差不齐,下面就来看了一下元赤青黄大将和新任大将之间的差距。 赤犬作为自然气炎炎果实的能力者,实力很强。 在顶上战争中与白胡子战斗一拳洞穿了胸膛,将白胡子的攻击无效化并反击。 虽然当时的白胡子已经疾病缠身但是作为第一个击杀掉掉四皇的大将,包括之后的争夺元帅之位的胜出者。 都可以看出就是伟贤故意将赤犬的强大拉到了大将中的最强。 赤犬也算是海军大将的上限了。 黄元身为闪闪果实能力者,拥有著八尺穷勾玉,八尺镜和天丛云剑。 这些都是黄元的技能,不过只是技能的话完全没有必要。 以日本非常有名的三件神器为名字,这个其实也算是作者给大将黄元的一个牌面。 包括黄元本身在顶上和追负海贼的表现上基本就没有使用过权力, 因此怀疑他是革命军干部有一句话叫资金到位。 四皇干费就是因为黄元太能藏了,从头到尾也没展现出真正的实力。 相比于老一辈的三大将。 赤犬在与清智的对战中胜出成为元帅,清智败后离开海军加入了海贼,三大将就只剩下了一位。 所以政府开始了世界征兵,在此次征兵中破格提拔了两位大将。 绿牛不用过多描述,这位大将知道的信息非常少,而藤虎却在出现之地实力一直不上不下, 一方面作为大将按官方说的实力应该和四皇对等,另一方面却又和没有大将级的对手五五开, 关于藤虎目前知道的情报不妨来整理一下。 藤虎作为世界征兵直线提拔的海军大将,实力应该是很强的不然也做不到大将位置,但在几次出手中却有了疑惑,同样是大将的黄元面对超新星是一脚一个。 藤虎却在面对夺佛朗明歌时与其缠斗起来,以及和索隆的战斗中和索隆拼刀数回不分胜负,大家都知道索隆很强,但是实力是肯定没到大将水准的。 藤虎作为大将除了和一些没有大将级水准的五五开,本身没有带来大将的碾压感觉,也没有什么和四皇级战斗硬拼的战绩,可以说大大拉低了大将的下线。 当然也有可能是藤虎心中有自己的正义面对善良的海贼仍愿意放弃一马,没有展现真正的实力,不过如果想要体现一个大将的最真实实力,还是要和同样级或者以上的高手对决才能凸显。 你喜欢这个视频吗?希望你能有一些放松和娱乐的时刻,立刻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吧。并且不要忘了留下一个喜欢,订阅我。再见。